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湾半导体虽然在全球一枝独秀,但该领域仍然面临许多挑战,台积电处长近日提到,包括前瞻研究不足、产学落差及人才短缺等三大挑战问题。 关于产学落差的部分,学生过去在学校都在学传统电晶体结构,但业界早已走向歧视厂校电晶体FinFET制成10年,因此学生毕业进到公司后都必须重新训练。 为此,台积电与多间大学合作,供推动半导体相关学程,也提供工具、讲师等。 同时,台湾STM理工人才供给减少。 2020年比2012年博士生减少29%,硕士生少12%,学士少20%,除少子化冲击外,也与毕业生选择变多有关,导致企业人才争夺加剧,连带冲击产业。 另外,相较于新聘硕士级员工,台积电聘用博士级员工会高出两个职等,等于减少9至10年努力。 其也提到,目前女性STM人才占比仍不高,将成未来成长来源之一,为鼓励女性就读理工科系,不要在社会价值观压力下自我设限。 台积电到12间指标女校进行质押发展等主题演讲,透过学子分享等,判吸引更多女高中生攻读STM相关科系。 为解决台湾半导体领域的问题,尽管如电晶体芯结构与材料、3DIC与系统级整合、DTC欧预区重要等,短期研发虽重要,仍需规划中长期方向。 与此同时,受个人电脑与手机市场低迷,以及客户调节库存影响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曾表示, 台积电7奈米及6奈米产能利用率不再处于过去三年的高点,估计需要数季度时间调整,预期今年下半年需求有望回温。 28奈米是台积电目前唯一仍维持95%接近满载的支撑,16奈米、12奈米在手机与下半年产能利用率也都在八成上下。 受到手机和PC等终端市场疲软以及客户的产品进度延迟、库存持续趋化等因素,台积电先前也表示7奈米与6奈米产能利用率在2023年上半将由高点下滑,至2023年下半,7奈米家族需求才会缓步回升。 市场普遍认为,由于7奈米家族学习曲线已过,2022年第四季与全年占营收比重分别为22%、27%,其产能利用率大跌势将明显影响营收获利表现。 由于客户不断修正订单与投片,台积电自2022年第四季以来,各制程产能利用率也明显下滑。 其中,8英寸厂FAB3、FAB4及FAB5估计第二季产能利用率将在下滑至70%至75%,而FAB6、FAB8则维持在75%至80%。 12英寸晶圆厂方面,以40奈米、45奈米为主的FAB14A厂,上半年产能利用率都在80%至85%左右,而以16奈米、12奈米为主的FAB14B厂变化较大,目前仍有75%至80%,但预计会在5、6月因大客户修正降至5成。 以28奈米为主的FAB15A手机接近满载,第二季则降至85%至90%,而FAB15B厂上半年产能利用率则是不到四成,主要以7奈米为主。 目前,以5奈米、4奈米为主的FAB18A单月产能约13万片,上半年产能利用率约75%上下。 3奈米进入量产的FAB18B上半年,单月产能与产能利用率逐月提升,第二季产能利用率约在80%至85%,单月产能约4.5-5万片,至下半年单月产能将达6万片。 不过,据台湾电子时报,半导体业者指出,台积电各制程产能利用率自第二季度陆续开始止跌且部分缓步回升,第三季度有望归谈。 业内消息人士称,预计台积电今年的收入增长大致于去年持平,但5奈米、4奈米晶片销售额将增加1000亿新台币。 可以看出,先进制程仍然是台积电的现金买牛。 据海外媒体Notebook Check报道,最近网上一直流传着今年的旗舰行动应用处理器BP、 苹果A17 Bionic和高通骁龙8G3的暂定效能数据。 按照正常情况,前者将击败后者除了苹果出色的设计能力外,主要是因为它采用台积电的尖端3奈米工艺制造。 相比之下,据传后者继续使用5奈米家族衍生产品N4P节点。 最近关于苹果A17处理器的爆料接踵而至,Geekbench跑分甚至已有两轮。 之所以,这么受关注,一定程度上与苹果首次引入台积电的3奈米工艺有关。 由于过去两三年里,苹果A系列SoC效能提升幅度较小,不少人都期待近年更换3奈米制程节点后能有所改变。 最早的第一位海外博主爆料称,苹果A17处理器的Geekbench右跑分成绩已经曝光。 其中,单核高达3986分,多核高达8841分,顿时引起全网热议A17史诗级提升,这次牙膏急爆了。 然而,陷落A17Bionic Geekbench分数的一位爆料者现在修改了他们最初的说法。 A17Bionic最终效能或许没有传闻厉害,效能提升幅度不会超过20%。 其表示,这与台积电N3B制程不能按计划进行有关。 由于FinFET的问题,量率没有那么好,使苹果降低效能目标。 有消息称,FinFET不太适应4奈米以下电晶体架构,可能是使台积电改变的关键。 照台积电规划,要到下一代2奈米制程才会改成GAFET架构。 虽说过去台积电的制程工艺现有失手,但3奈米时代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, 微观层面依然是其市场效应电晶体FinFET。 按照这些爆料者的说法,这可能限制了3奈米做到更高的密度和更低的能耗。 实际上,台积电3奈米也会使FinFET绝唱。 三星已经切换到GAA电晶体,英特尔则会在Intel 20奈米时导入类似的RibbonFET电晶体。 此前,台积电对3奈米宣称可以节省35%能耗,到底在A17上能否成型,还需要适时说话。 另有爆料人甚至指出,这可能出乎一些人预料,台积电3奈米的良率并不是很理想。 因此,苹果基于3奈米的A17处理器无法达到最激进的效能目标设定,不得不小缩水。 甚至有消息,指高通效龙8GEN3处理器效能提升幅度不小,甚至可能超出不少人预期,或许也有给苹果压力。 看来苹果晶片设计功力这几年下降难以挽回,A17 Bionic表现让人捏一把汗。 根据此前爆料,预计将用于iPhone15的苹果A17晶片,尽管台积电3奈米工艺可能更注重电池续航的改善,而不是处理效能。 而这或许也是在为用户打一个预防针,暗示A17的效能提升十分有限。 回顾近几年苹果A系列晶片的表现,确实放缓了效能升级的脚步,并把重心放在了笔电晶片领域。 比如之前就推出了效能震惊众人的M系列晶片。 所以,有人猜测,现在当资源大量倾向M系列晶片之后,A系列晶片效能提升着实令人担心。 而结合近日的爆料来看,想让苹果带来更强的A系列晶片,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数。 要知道苹果作为台积电唯一的三奈米晶片大客户,不少人纷纷表示,眼看安卓厂商们勉强摸到了苹果的后尾灯,这下又要被甩开一大截了。 然而峰回路转,再结合苹果A17处理器的Geekbench又跑分成绩来看,从这些爆料来看,安卓想追上苹果还是有些希望的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